字幕君 嘿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老師 今天很開心又要在空中跟大家一起來學習好用多的請閉考單字 我們今天節目是第73集 錄音時間10月5號 今天又是全台灣放台風假的日子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在家裡面安安心的在家裡面不要亂跑 不要台風天就想著出去玩 一切注意安全 雖然台南其實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風雨 但是好像看到其他區域 尤其是藍雨 遭受了不少的災害 所以請大家多多注意一下新聞上的報導 注意安全 說不定下午以後就開始下雨了 那麼今天還是跟以往一樣還是要學習5個好用的單字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先帶著大家把這些單字先唸一遍囉 第一個單字 第一個單字 Messive Messive 第二個字 Spill Spill 第三個字 Tedious Tedious 第四個字 Bear Bear 第五個字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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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正式介紹第一個單之前 我們還是依照慣例 先來感謝一下本節目的功德主囉 非常感謝我的好友etjason為大家整理這900個多一必考單字 完整的單字表一共有10個類別 etjason的個人網站請搜尋 郭毅老師或郭毅英文器官科學院 相關網址請參考影片說明 所有的例句取在自Yahoo線上字典 與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學只要在字典網站中搜尋我們列書的單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關訊息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單字 叫做Messive 這個字是個形容詞 那他意思是叫做 眾而大的或是大塊的 常出現在一些經濟學啦 或是天文學啦 乃至於地質學 某個東西體積很龐大 非常巨大 或是量能非常的大 乃至工業生產 某個東西需求量很大 或是某個東西甚至是在政治上 像他本身的影響力啦 或是已經花掉金額預算啦 乃至於說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都可以叫做Messive 天文學上當然是更不成眉局啦 一個很大的一片雲啦 或是星雲啦 或是某個星球啦 什麼東西體積非常龐大 都會叫做Messive 那麼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Yahoo的例句 這裡一共三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說 前面講的Messive 我們就知道說 它是一個很龐大的意思嘛 對不對 然後呢 Boulder這個字 其實也是一塊原石 或是一塊巨石 很巨大的石頭 或是原石 然後呢 Messive Boulder Blocked B-L-O-C-K 就是阻擋了 以前我們學過 Blocked 本來是一塊東西嘛 但這裡指的是阻擋人家 阻擋了什麼東西呢 The entrance 以前我們學過 Enter這個字 Enter這個字是進入 像我們鍵盤裡面 是不是都有個Enter鍵 但是在這裡的 Entrance就是一個地方的入口 所以各位在一些公共場合 都會看到 Entrance這個字 那Entrance of the cave Cave就是一個洞穴或一個洞窟 或言之 Entrance of the cave 就是洞穴的入口 所以整個句子呢 A massive Boulder Blocked the entrance of the cave 就是說 一塊巨大的岩石 或是原石 圓形的圓 一塊巨大的圓石 堵住了山洞的入口 繼續來看一下 第二個句子 He was stopped by a massive policeman 在這裡的messive 就不是很多的意思 而是只是身材魁梧 看起來好大一隻啊 He was stopped 他被誰擋住了呢 By a massive policeman 那polize 大家都知道是 玻璃士大人嘛 對不對 那就是所謂的警察伯伯啦 那他被誰給攔住了呢 He was stopped by a massive policeman 就是他被一名身材魁梧的警察 攔住他 那如果你是一般老百姓 你可能會覺得很害怕 那當然如果你是做壞事的人的話 大概知道你就逃不掉啦 這個劇情應該 這個畫面應該很好聯想 再來看一下第三個句子 We have seen massive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最后面 in recent years 自然而然是指的是時間點 recent就是最近 recent years的話 就是最近幾年啊 We have seen 我們已經看見了 什麼東西呢 massive 可以指的就是a lot 好多好多的changes 所謂的改變 所以換言之就是說 不要覺得我們公司都是一成不變的 事實上這些年來怎樣呢 我們已經改變很多了 叫做 We have seen massive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那對一個組織而言 這是一件好事啊 再來看一下Longman給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兩個短短的句子 很快就講過去 第一個句子說 He suffered a massive stroke 最後那個字的stroke 不是指一筆畫的意思 在人的身體症狀裡面 stroke 指的是中風 那前面那個字suffer 他指的是受苦 如果suffer something的話 當然是說 因為某個疾病遭受到某個疾病 或為某個疾病而所受苦 He suffered a massive stroke 就是他罹患了 或遭遇到一個 非常嚴重的stroke 就是中風 所以在這裡的massive 指的不是龐大 而是嚴重的 因為其實本來是 中風這個東西 就是在我們身體裡面 血塊裡面 就是血管破裂 產生血塊 阻斷了神經的運作 對不對 因此影響到我們肢體運作 所以在這裡 在這裡 你如果說是 你身體裡面 血塊是很大一塊 那自然就是一個massive stroke 所以我重新解釋一次 He suffered a massive stroke 就是說 他罹患了非常嚴重的中風 希望他可以找到康復 再來看一下這個單字的 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說 I had a massive argument with her 中間那個字 argument 當然就是吵架啦 如果你跟某人吵了一個體積 龐大的架 那這個 當然這樣翻譯 是不太正確的 應該跟他大吵一架 大吵一架 的大怎麼翻譯呢 Messive I had 這是過去式 I had a massive argument with her 而我跟這位女士 來大吵一架 我想這個句子應該很好懂啦 好了 今天第一個單字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第二個單字前進囉 繼續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個單字 它是個動詞 叫做 spilled 這邊上的意思就是 把東西給漸出來或灑出來 好比說你喝咖啡的時候 你最不希望在筆電旁邊 就一手滑 結果你的咖啡就灑出來了 然後你就請你的筆電喝咖啡 那不就是壞掉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 spilled 把某個東西 給灑出 那個容器的外面 當然有些時候的話 在我們人與人之間 有些訊息是你不希望 除了你我之間 還有別人知道的 所以你如果把訊息給傳出去 也可以指的叫做spilled 這個字蠻奇妙的 那當名詞型 你也可以指的是被 潑灑出去的東西 或是潑劍這個動作 他們這個動作 這個單字的例句量會比較大一點 一共有1234567個 應該說光是雅虎這邊 事實上我已經刪掉一大堆了 還是強烈建議 各位同學如果有這份信的話 還是可以去雅虎字典 或者是東面字典去查一下這個字 事實上還有很多 我沒有列舉出來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什麼東西都要列舉的話 那可能今天就講不完了 先來看一下第一個例句 他說 Who spilled ink on my notebook 先解釋一下 這裡的notebook 還真的是筆記本 我們台灣人都喜歡 把notebook當成是筆記型電腦 事實上老外 他們常常看到 notebook這個字 會想到的是 用來寫字 用紙張做出來的那種 記事本 你懂的是嗎 那如果說你要講是 筆記型電腦的話 他們還是習慣性使用的 laptop這個字 laptop laptop這個字 我想說可能 我想很多台灣人 也對laptop這個字也很熟悉 好歹因為英文課本的關係 那總而言之 這裡面講說 Who spilled ink Ink 真是不好的東西 Ink 真是墨水 不是 不是Ink 本身不好 而是如果他灑錯了就不好 對不對 所以看到說 spilt 這是個英式用法的過去式 它在英式用法 它是個不貴者動詞 Who spilled ink 在哪個地方呢 注意一下 介系詞是 on on my notebook 是誰把墨水 潑在我的記事本上 這樣我的筆記本 不就壞掉了嗎 那我上面做的筆記 就不見了 叫做 Who spilled ink on my notebook 你知道有些用功的人 對自己的筆記本 是有嚴重的潔癖的 所以如果 有人真的把 墨水潑在上面的話 他絕對會氣噗噗的 再來看一下第二個句子 I wonder who spilled out the information 就是剛剛我說的嘛 就是你我之間 或者是我們這個小圈圈之間 我們知道某件事情 那你就很像把液體 給潑建出這個容器以外一樣 結果你把訊息給泄漏出去 也叫做spilt 而且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是拼成spiled 看起來就是一個規則動詞 對不對 那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典故 spilt比較常常出現在美式英文 而spilt 比較常出現在英式英文 那兩者之間 其實沒有含義上的根本差別 主要是看你的講話 對象是誰 美式用法習慣就是spilt 那如果說是 英式拼法的話習慣性 講spilt I wonder 就是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什麼呢 Who spilt out the information 那從who開始一直到結束 這是一個間接問句 是誰啊 本來是 嗯 這個問句 直接當什麼 當wonder的授詞 它是個間接問句 Who spilt out 這是誰洩漏出來的the information 把這個訊息給透露出來 最近國軍啊什麼 呃 那個打造的國軍的潛艦啊 對不對 然後大家在互相指控 啊誰洩漏訊息啊 那就講這種情形囉 所以整個句子 I wonder who spilled out the information 我不曉得誰洩漏這個消息 誰走漏的消息啊 再來看第三個句子 很短哦 他說 Coffee spilled from the cup 那cup就是杯子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常在喝水的杯子 Coffee spilled from the cup 我之所以會舉這個例子 是因為它看起來也是可以當 呃不及物動詞 就是某個議題 就自己就撒出來了 某個東西從溢出來 這裡加ED自然而然 就是從美式拼法的角度去看啊 Coffee spilled from the cup 就是咖啡從杯子裡面溢的出來 好比說 你本來是一杯好好的咖啡 你把杯子給傾斜了 好結果咖啡就會從 呃杯子裡面 就溢出來 叫做Coffee spilled from the cup 第四個句子很生動 它這裡說 Near midnight crowd started spilling out bars 把很多很多的人 人明明是固體對不對 一個一個人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人數多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你會聽過那個叫人流 這個形容詞 就是人很像流水一樣啊 然後呢 Near midnight 講是時間點 靠近半夜 mid就是中間 night就是夜晚 那靠近半夜的時候 crowds就是人群 那started就是開始 spilling out of bars bar就是酒吧 所以酒吧打烊的時候呢 人群很像是議題流出來一樣 就說湧出來你知道嗎 這種湧出來的畫面 叫做 crowds started spilling out of bars 所以整個句子呢 Near midnight crowds started spilling out of bars 就是接近午夜時分 一大票的人就從酒吧裡面湧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該回家睡覺囉 再來看一下第五個句子 他說 some will spill in spite of the gang's threat 倒數第二個字的gain 就只是幫派 暴力集團 黨派幫派的意思 threat就是威脅 some would spill 就是還是有人會洩漏 所以在這裡你看加spell 後面就沒有加任何的授詞 他就當成是一個不急入動詞來用 就是走漏消息 some would spill in spite of 就是即便是 怎麼樣呢即便是 好一既然是off的話 後面就接一個授詞 然後接一個名詞型 the gang's threat 就是即便是有幫派的威脅 還是有人會把消息給洩漏出來 OK 所謂的全天底下所有的秘密 至少都會有一個人知道 OK 這本來就這樣子 秘密的本質是如此 所以這整個句子呢 some would spill in spite of the gang's threat 就是即便是有幫派的威脅 他還是會有人把消息給走漏出去 我們就來看一下倒數第二個句子 fetch a clothes to mop up the spill 剛剛李老師有說spill這個字 可以指的是名詞型 指的是被劍灑出來的東西 或是潑灑 或洩漏這個動作 那fetch 這個字 就是拿取的意思 去拿一塊布 close 就是布 然後呢 to mop 有些時候常常看到 mop這個字就是當成拖把的意思 但是在這裡是當動詞 就是很像拖地一樣 就是把用一塊布 把地面或桌面某個皮面給擦乾淨 這個清理乾淨的動作叫做mop up 所以在講說mop up the spill 就是把這個溢出來的東西給擦掉 整個句子呢 fetch a clothes to mop up the spill 就是說拿塊抹布 把溢出來的東西給擦掉 或是把溢出來的液體水 把桌子擦乾淨 就這個意思囉 好不容易講到這個單字的最後一個例句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句子講什麼囉 stock took a sharp spill in today's trading 在這裡的spill是指的是什麼呢 股市這個東西啊 stock我們知道它只是股市或股份嘛對不對 股票 took a sharp spill 在這裡指的是猛跌 瞬間就暴跌你知道嗎 就很像那個從那個飲料杯裡面泄出來 像瀑布一樣往下泄 in today's trading 在今天的交易裡面 股市就今天就猛跌了 也許是有關當局泄露什麼消息 然後發現有發現有個 不利於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 它比如說稅啦 債務啊 或行政法令之類的 乃至於戰爭爆發 缺乏某個原物料 總而言之就看到的那所謂的灰犀牛 結果結果股市就暴跌了 叫做stock took a sharp spill in today's trading 股票在今天的交易中就暴跌了 好不終於把第二個單字講完 那我們就繼續朝第三個單字前進囉 第三個單字叫做 tedious 這個字也是個形容詞 然後它的字面的意思是 冗長乏味的或使人厭罰的 不過各位放心 這個單字絕對不會 因為它例句只有三個句子 所以絕對不會冗長乏味 其實李老師也很擔心 有些時候自己的節目 如果錄得太遠的話 應該錄得時間太久的話 是不是會讓大家覺得很冗長乏味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都在努力追求 我們的內容的獸身 好吧 要不要囉嗦了 我們直接看一下 那這個單字它是個形容詞 然後它如果是副詞的話 後面只能加個 ly 叫做 tediously 我想說意思就不用再特別解釋了 就是一個副詞而已 那如果說是它的名詞型叫做 tediousness 直接加 n-e-s-s 這也沒什麼好意外的 實際變化 它只是就是冗長乏味這件事情 那現在就直接看一下 雅虎唯一的例句 這個句子也很短 絕對不會 tedious 他說 the job is tedious but the pay is good 很多老師為什麼會喜歡來教書呢 他明明覺得教書無聊死了 甚至有些人來去擔任行政工作 他也覺得行政工作無聊死了 可是為什麼 因為需要錢嘛 對不對 需要工作啊 所以呢 the job is tedious 這邊工作實在是枯燥乏味 但是呢 but the pay is good 大禹還不錯 那就看你願不願去做了 那我們就繼續進行到 longman的例句 這兩個句子稍微有點長一點 請耐心的聽 那第一個句子說 doing all those calculations without a computer would be extremely tedious 雖然句子的字有點多 但是很好懂 叫做 doing all those calculations 那 Calculation就是計算嘛 對不對 那做那些計算 而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without a computer 就是在不使用電腦情況下 去做那些計算 好比說 我要算全班的期末成績 結果我不使用Excel 我就一個一個用 甚至是筆算或計算機 再一個一個去按 這個動作 結果這個工作可能會怎麼樣呢 would be extremely extremely就是極度的 會怎麼樣 tidious 枯燥乏味 所以整個句子呢 很好懂喔 很像很多老師期末的那種感受 他如果不會電腦的話 就會變這樣子 叫做 doing all those calculations without a computer would be extremely tedious 就是說 如果不用電腦 你要做完那些運算 那可能會非常的 枯燥乏味 很隆常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單字的最後一個例句 他說啊 in order to use them however they require a rather tedious peeling process 他看起來很像在講某個菜肴模食材式的 因為我沒有上下文 他說in order to use them them一定是某個東西 而且是附註型 use 就是使用 要用這個東西 有什麼問題呢 however 然而 they require require就是要求 rether就是蠻怎麼樣的 rether tedious的話 就是蠻冗藏 蠻乏味的 的一個什麼東西呢 peeling process peel peel 這個字就是把某東西給剝殼 或是給去皮 比如說某些動物 某些水果 某些蔬菜 他都需要先剝皮 削皮 很像吃離子 你不會含皮吃嘛 對不對 你需要削皮的動作 所以呢 叫做peeling process 或許你吃柚子也是一樣 你不可能含皮吃 所以process 就是那個過程 所以你有一個peeling process 也就是有個剝皮的過程 一個去殼的過程 所以整個句子呢 in order to use them however they require a rather tedious peeling process 說要去使用這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要使用這個東西 然而呢 要使用這個東西 得要有一個怎樣 蠻冗藏發味的 去殼的過程 或剝皮的過程 至於什麼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看到上下文怎麼講 好吧 總而言之 這個單字就講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第三個單字前進 再來是第四個單字 很熟悉 叫做bear 那不要搞笑了 李老師不是要講熊這個字 那它是當動詞 只是支持 忍受 忍耐 或容許 那有些時候 課堂上教室裡面的配備 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不管是投影機 還是網路 或是音響 結果我可能就會跟同學說 不好意思 先稍等一下或忍耐一下 那我就會講bear with me 不是熊跟我在一起 在這裡bear只是 不好意思 請多包含 bear with me 那我想說 很多人也應該都學過 I was born in 或 on 不管是講幾月幾要出生 或哪一年的時候 都會講 bong這個字 我想 同學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born這個字就是 bear這個字的過去分詞 但因為它是一個被動式 生小孩這個含義 我今天這裡面 可能就薄力上去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因為它字典上列出來的 例句實在是非常多 我也不可能每個都講 所以我就列舉了 1 2 3 4 5 6個 大家掌握一下 那強烈建議 各位還是有空可以去 字典網站上去逛逛 然後這樣可以得到更多的訊息 好吧 那就從 Yahoo的這六個例句 從第一個句子開始 還是一樣 因為六個例句已經夠多了 我就不再列舉 肉面的部分 那第一個例句說什麼呢 Mrs. Anne Bader bears all expense 在這裡的bears的話 只是承擔的 all expense 那大家學過 expensive這個字就是昂貴的 那expenses的話就是 只是費用 所以呢 Mrs. Anne Bader 這位慷慨大方的女士 聽起來的話 Anne Bader應該是 她老公的名字 因為前面講 MRS通常是官夫姓 那她的名字叫Anne R Bader指的是 她老公的姓 對不對 Mrs. Anne Bader bears all expense 就是她承擔的一切費用 這筆錢已經有人付帳了 她非常的大方 謝謝她 功德主 OK 叫做 Mrs. Anne Bader bears all expenses 再來看第二個例句 她說 He could not bear that his friends should laugh at him should這個字可以指的是 竟然 不是應該的意思 He could not bear 就是她無法忍受 哪件事情呢 這件事情 加上一個that句 後面一個完整的論述 His friends 她的朋友 should laugh at him leaf這個字是指笑 那如果以 leaf at someone 指的是嘲笑 嘲弄的意思 所以 如果說是被敵人笑 也就算了 被陌生人笑就算了 居然你好朋友都笑他 他受不了了 叫做 He could not bear that his friends should laugh at him 他受不了 朋友們 居然也嘲笑他囉 第三個句子 I can't bear to see you like this 這有些時候 你可能在路上遇到你的前男友跟前女友 那你就看到他 看起來日子過得不太好一樣 你就覺得有種不忍心的感覺 叫做 I can't bear to see you like this bear就是忍受 我無法忍受的事情呢 to see you 看到你 怎麼樣的你呢 like this 就像這樣子 也許你現在過得很失魂落魄 也許看起來魂不守舍 也許你現在看起來就情緒不太好 我實在是不忍心看到你這樣子 叫做 I can't bear to see you like this 我不忍心看到你這樣 當然也會有相反劇情 我不希望讓對方看到我這個樣子 也可以 最後句子就 一樣的概念就是一樣是bear這個字 就是忍受的意思 那我們看第四個例句 他說 Her face bore signs of tears Bore 在這裡是過去式 相信可能各位以前都知道了 那bore呢 是承載著帶著什麼東西呢 signs of tears tears就是眼淚 signs of tears的話 就是所謂的淚痕 所以這很像流行歌曲裡面講的東西 就是說 他臉上帶著淚痕呢 Her face bore signs of tears 所以在大家以後 講說某個人臉上帶著淚光 泛著淚痕 那我想說就可以這樣講 倒數第二個例句 這裡說 Those bamboo beams will not bear 那will not bear 不要翻證說 他不會生小孩 Bamboo是竹子 Beam呢 只是衡量 那個房子的衡量 那 那個竹子做的衡量 當然不會生小孩 也不會變成熊熊啊 在這裡的bear 則是承載 承載壓力 有些時候可能是 一個屋子是由竹子蓋出來的衡量 但是有些時候你可能下雨天或下雪天 就上面積的非常多雪 就變得非常重 等於是說有些懂房子架扣的人 像說 你這個竹子的房子用竹子當衡量 再這樣蓋下去 很可能竹子衡量可能會承受不住壓力 無法再重 在這個bear 則是承重受重的意思 所以叫做什麼呢 叫做 Those bamboo beams will not bear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這跟竹子的衡量 看起來是承受不了壓力 所以bear 這個字可以只是耐重 所以我們在機械的零件裡面 有一個字叫bearing B-A-R-I-N-G 我們他們可以翻成培林 培林這個字是bearing 當然有人翻成軸程 就是說那個車子在旋轉的時候 中間的那個承載那個輪軸跟輪框 中間的那個壓力的那個機械裝置 叫做軸程 叫做bearing 有人翻成培林 只是音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bear這個字的 最後一個例句囉 Our apple trees will bear well this year 在這裡就跟生小孩有點像了 當然不是你們的蘋果樹會變成熊啦 就是會結出果實的意思 We'll bear well 就是今年會結實的意思 This year 因為它花開得很好 也沒有受到破壞 然後雨水跟天氣一切條件都很理想 所以整個句子 Our apple trees We'll bear well this year 今年我們的蘋果樹會結實雷雷 好 那麼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單字 這個字大家都很熟悉 叫做source 我們都知道它是根源來源 或出處原始資料的意思 像我們看個網頁裡面就會有source code 或是程式嘛 會有source code 那有些時候 我們想編輯東西的時候 你給我已經輸出的檔案 可能不是我要的 因為我需要編輯原始檔案 那個叫做source file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一個動詞叫做outsource out就是向外 source呢 尋求來源 向外尋求來源是什麼東西 好比說某個業務啊 我們自己不想做 找別人來做 這叫做外包嘛對不對 好比說我們學校的某些清潔工作 或者是警衛的工作 它並不是南台員工 但是我們把這個業務給外包 給別人叫outsource 哪怕是你自己作業不想寫 請別人幫你寫 你這個業務也是外包的 不是嗎 outsource 總而言之source這個字 可以指的是根源或來源 那如果當動詞 只是它獲得某樣東西 難怪會有outsource這個字嘛 那就直接進入到Yahoo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五個句子 第一個就是說 They are required to publish the sources of their campaign funds 最後那個字Founds的話 指的是經費來源或基金 淺錢的意思 Campaign可以指的是它的競選 活動競選 然後呢 They are required to 他們被要求去幹嘛呢 Publish 那這也不要說是出版 應該說是公開 公開什麼東西呢 the sources of their campaign funds 他們必須要去公佈自己競選 經費來源 要不然你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到底是誰在你背後是當金主 對不對 尤其是有些時候 我們國內會有些法規規定說 你不可以去接受 境外勢力的一個經濟資源 要不然就懷疑你這個人 有沒有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啊 諸如此類的 所以像這種情形 就是所謂的 They are required to publish the sources of their campaign funds 這個很合理 法律上就是這樣規定的 他們必須要公佈 自己的競選經費來源 再來看第二個例句 這裡說啊 The news comes from a reliable source 其實我很討厭這樣的句子 就是很多的媒體 尤其是國內媒體跟外電都會有 尤其是外電更多啦 包括一些體育媒體 包括是一些娛樂媒體 來自於政治外交媒體 都是有些不知名的人 然後就說可靠消息指出 The news就是這個新聞是 come from從哪裡來呢 reliable就是可靠的 source就是來源 根據可靠人事指出 或根據可靠消息指出 等於是說那個消息導演 不希望自己被洩漏出來 又用這種方法去放話 其實坦白講 我是不太喜歡這件事情 像我喜歡看媒體 喜歡你就公開去引述一些 你覺得認為是大家有可公信力 以及可以被信賴的一些資訊來源 這時候就會講說 我比較喜歡看那樣的報導 至於說我們國內外的名嘴 不管是在call in節目裡面 還是在新聞媒體裡面 報導裡面講說 只要他講說這是source是誰說的 坦白講那個東西我都先看著 等事情真的發生再說 我不太喜歡發出那種新聞 這個人習慣 以及看第三個這裡說 the library has quantities of reference sources 那quantity這個字 Q-U-A-N-T-R-T-Y 這個字本來是指量嘛 對不對 那就是有大量的 那the library呢 圖書館有了quantities of 就是大量的什麼東西呢 reference可以指的是參考資料 參考的來源 然後的原始資料 可供參考的原始資料 因為我們平時如果講說reference 就是參考資料嘛對不對 那可是它東西是 參考資料的原始資料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library has quantities of reference sources 好比說 迪德老師講這些例句 那你的原始資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裡有很大量的 這樣的原始資料 叫做the library has quantities of reference sources 再來看一下第四個句子 they sourced the spork nuts from our company 那我們中間有一個spork nuts的話 就是某一種機械零件 翻成那個輪斧羅帽 輪斧當然是指車子的輪框 那種東西叫輪框 那上面的一個羅帽就是的 叫Nuts 那他們呢 去取得什麼的來源呢 sourced the spork nuts 就是說 他們的輪斧的羅帽 是從什麼東西得來呢 from our company 也就是說是來給我們進貨的 所以整個句子 那這樣就很清楚啦 they sourced the spork nuts from our company 他們公司啊 所用的輪斧羅帽 是從我們公司進貨的囉 Yahoo的最後一個句子 they are sourcing from abroad in order to save money 很多說真的是這樣子 一般我們可能直覺會覺得說 產地距離近就比較方便對不對 可是很多時候你從外國進口 會比較便宜 they are sourcing from 就是他們正在做這件事情 OK 那from abroad abroad就是國外嘛對不對 目的是為了幹嘛呢 in order to save money 為了省錢 他能不能裁掉零件 就從國外進口 有些人可能就抗議這件事情啦 看起來就這樣 OK 我想說你大家或多或少聽過這種新聞 那我們就進行到 longman的例句 這裡面就只有唯一個句子 今天的完美收尾 他這裡說啊 Is your pension text as source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句子 pension可以指的是你的 退休金之類的 或養老金之類的 pension字面上是補償金嘛 但在這裡指的是養老金 你的養老金是怎麼樣呢 text as source 那這個例句 text就是 tix這個字本來不是稅嗎 那他這裡指說 有沒有被磕稅就是的 所以as source就是在來源 什麼意思呢 字面上意思就是說 等於是 before it is paid to you 當人家把奈比 所謂的退休金付給你的時候 是已經先磕稅了 還是還是已稅是未稅 如果說是未稅的話 那你還要再被擴稅 你懂什麼 你還要再申報你的所得稅 但是如果說是 給你的那筆錢裡面 已經先把稅給扣掉了 那自然而然你就沒有被課稅的問題啦 要不你就重複課稅啦 所以整個句子呢 Is your pension tax as source 就是你的退休金 是不是已稅還是未稅 很開心 今天要完成今天的作業 那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再帶大家 把這些單字先唸一遍囉 第一個單字 massive massive 第二個字 spill spill 第三個字 tidious tidious 第四個字 bear bear 第五個字 source source 又過了一個在家錄音的颱風天日子 突然發現有這種巧合 好像有好幾集的節目都是颱風天放假的時候在家裡面錄的 那與其說是李老師喜歡在颱風天錄音 倒不如說 有些時候就是放颱風架剛好平白多出一天的空閒 那做什麼事情呢 與其在那邊耍費滑手機 那就做點跟工作有關的事情 那有些時候其實我也是想告訴各位 學習這個東西 有些時候時間並不是剩下來的 不是你吃飽太閒沒事幹在那邊找東西來做 而是幹嘛呢 而是時間要努力去挪出時間 一有空閒好好去做一些對自己 學習有幫助的事情 以後你上班的時候也會發現有這種感覺 你要挪出時間來學習是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很驚喜的發現說 今天剛好多出一個空閒的話 那就好好的讓自己成長一下 我覺得這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吧 今天就聊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